在前面的视频中 咱已经知道了 时间和空间都与参考系的选择有关 那问题来了 在不同参考系下 物体的质量是否也不同呢 以前讲过 惯性是物体维持运动状态不变的本领 质量是对物体惯性大小的良度 在经典力学中 质量大小与速度无关 但这只是低速领域中的近似 一旦进入高速领域 相对论力学则认为 质量大小与速度有关 也就是说 如果相对于参考系S 某个物体静止时的质量为M 那么当它以速度V运动起来时 质量就变成这么多 其中这个M0叫做静质量 这个M叫做动质量 从这个公式可知 如果物体的速度远远小于光速 那么分母接近于1 于是动质量约等于静质量 这就是低速领域中 物体的质量与速度无关 可如果物体速度变得很大 那么相对论效应不能忽略 于是动质量将远大于静质量 这就是高速领域中 物体的质量与速度有关 具体来说 在运动速度小于0.8个光速的范围内 M都小于M0的两带 但是当速度大于0.8个光速后 随着速度增大 动质量的增长就越来越快了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物体的速度不能超过光速 因为如果你用力推动物体使它加速 那随着物体速度越来越大 质量也会变得越来越大 保时加速就要耗费越来越多的功 一旦物体的速度达到光速 物体的质量就会变为无穷大 这时再要加速就需要做无穷多的功 这是不可能的 物体也就不可能再加速超过光速了 好了 这次咱讲了物体的质量随速度变化的结论 现在你快刷下题去吧 出发了 Woo조fat 用我原罩这个 感谢观看